从低角度拍上去 有时候你坐着也拍不到 你甚至要躺着 Symmetry 叫做对称 桌头它的对比是直线的 90度 它的比例是在你的照片里面是对直的 那我们用手机来拍 其实非常方便的 不管你去到那里 可以看一下 你的周围 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拍摄的 但你唯一不能改变的就是 现在我们在一个桥下 这个桥是不能移动的 这个海你也不能移动的 能做的就是移动我们的视觉 跟我们的手机 那我们现在来第一个就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引导线 看到这个桥吗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拍 那其实这样的照片 就是所谓的引导线 你要非常善用的这种引导线 来延伸你照片里面的故事 其实就是你要找对的角度 去把这个引导线制作出来 那我们现在发回第二个 这种技术 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深度 就是让你的照片是有Def的 我们现在来释放第二张 这种拍摄呢 要让你的照片可以形成前景 中景跟后景的分隔 那我们现在释放一下 前 中 后 你都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距离 那现在呢教大家的就是 Gap closer 靠近一点 这一招呢就是说 你的手机 尽量不要去害怕你要拍的那个 object 有多近就靠多近 所以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你周围的东西 很多时候都可以做成一个很漂亮的照片 我们看这一棵树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啦 但是你只要你靠近 它整个感觉 整个texture就出来了 总之那些object呢 你只要靠近它 就像这样靠近一点 你就可以拍到很漂亮的东西了 草啊 墙啊 都是可以拍出很美的效果 赶赶的去接近你的object 那肯定那个作品会令你惊讶 很多时候你看到很多人哦 准着 趴着在地上啊 其实他们拍 是为了得到那个效果呢 他们不是pattern多多 第三招 Let's go 那手机摄影 不用说特地去到什么地方拍 然后你的照片才会特别美 只要你在你身边发现 那有像这样的建筑物哦 你 你必须立刻马上拿出你的手机 通常你拍的时候 这样子拍 这个角度呢 你拍出来哦 它的效果不会很惊人 所以这一招就是叫低潮 我们没有高潮啊 我们 低潮 从低角度拍上去 有时候你坐着也拍不到 你省着要躺着 我们来尝试一下 为你的作品而牺牲 你必须躺着 只是因为刚好这边有树 把它的树也拍进去了啦 那我们下一个skill呢 这个tips叫做symmetry 叫做对称 这个门量没有吗 其实它有很多个 你就可以营造一个对比对称的照片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我为了要拍它几个门 我必须要站远处一点 搜图它的对比是直线的 90度的 效果也是很不错 这一招就是你能远的话 要尽量远 这个电话亭 也可以拍成一个对比 我们尝试一下 确保电话亭 它的比例是在你的照片里面是堆直的 你作品本身的内容也要很重要 很普通可以拍的 是有感觉 但是不够特别 我决定再拍多一个给你们看 现在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很漂亮的门 人家办公室的门口 我们就用这个对比的技巧把它拍下来 你就会看到效果 这一招是非常管用的 只要你每一次拍摄 你的object parameter 都是对比的就很漂亮 那接下来这一招呢 Keep it simple 手机品牌 Apple的品牌最畅销 为什么 因为Steve Jobs曾经说过 越简单的东西 其实是越有美感的 所以有些照片呢 你可以尝试干净的拍摄手法 那你可以看一下周围有什么道具 我刚才是看到一个bole zone 这个bole zone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colorful的一个object 只是说这个是地上拿的 它已经有很多灰尘 但我们没有介意 我们尝试看 找一个比较干净的墙壁 我们就来尝试一下 那其实你要打直打痕都可以 打痕放中间放左边 左上角右下角都行的 那一个是看个人喜好的 那这边我会show几张的sample给你们看 九宫格的右下角 左下角都行 这个因人而已啦 所以这种拍摄手法呢 是看你本身那一个object 有可能你是吃着你的ice cream 那很多人是一个吃货嘛 小吃啊 你们的饮品啊 总之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叫make it simple 那我们再尝试第二种 keep it simple 现在呢我们再来到了另外一个海边 所以还是围绕着这个 keep it simple的技巧 那我又不小心看到了一个酒瓶 这不是我喝的 是我们看到了 我们要喝酒了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object 放在你的镜头前面 你的背景其实是可以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 非常的有效果 这个情况你也是要够底的 背景越干净越好 那其实不一定是要放酒瓶的 只是拍天空和海洋都行 可是刚好那边有人捕鱼 我也顺便把它拍进去 你身上有什么accessories 也是可以用越简单越好 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咖啡馆 因为有很多猫 陪伴着我们 我们会来这边的意思 因为那些猫可以称为我们的model 那我们现在就一次过 复习会刚才所学的东西 就让那些猫当我们的model 这边有这样多只猫吗 这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就是 静静的在它们脸上拍 拍猫很难耶 找一只哦 假的 来 喵 猫不太适合做模特 真的太难控制了 可是至少我们也拍了一些啦 我们现在继续去拍摄我们另外的技巧 真的是很难拍不到 Let's go let's go 那现在要教大家的这一招叫做 Shadow 影子 所以我刚好看到这边就有一个影子 所以当要拍这种影子的时候 不要太刻意去拍它那个部分 你阳光射下的时候 它影子如果够明显 那个效果会更大 因人而异 有些人会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但是也要看你的阳光 因为今天都是阴天 所以那阳光不够热烈 效果可能没有这样大 刚好看到这一个牌 刚好有阳光射下它的位 所以我会把它的影子也拍进去哦 你可以尝试很多不同角度 捕捉它的影子 刚好呢 我发现到有影子 那我这个我就示范一下 就这样我会选择在有光的地方 它现在帮我拍了 我有被影子挡着 它的影子也会在里面 我们试一下 你可以自由去发挥的 但是没有对于错 有些人是会愿意放 它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的 你们也可以自拍 自拍你自己影子 也是很不错的 那现在要教大家的力 就是叫剪影 你现在镜头上看到我是亮的哦 这边有光线 所以我们把相机设定亮 遗憾了就是后面的景色就曝光了 那现在摄影师把后面放明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让你的景明亮 当然你要牺牲掉 你的脸就暗 突飞你要打灯 那手机也是一样的 有时候很多人也喜欢 用这样的方式来拍摄 那我们现在示范一下 刚好这边是有光达 我们就拿这个光达来取景 光线来的时候 你为了要确保 你可以拍到那个景色 你的object是暗的 但是这种拍摄手法也是蛮有趣的 那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reflection 或者是reflection可以叫反射论 所以很多人最喜欢用的就是 看到有镜子的地方 我们就去拍镜子哦 你运用这一个镜子之外 有时候是雨天 地上会寄水 你可以运用那个水汽来做它的反射温的 因为肚子饿了 喝一下咖啡 第十招啦 他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必须要去下载 editor 的app 你现在去google打一下 top 10 handphone photography editor 会有像VSCO啊 snapseed 手机版的photoshop 不同不同的app 我要表达就是说 一个人长得漂亮哦 再加上他有不了makeup的话 他就会很完美 把你的照片在后置加一点心思 那个作品就会很精彩 我个人非常喜欢用的就是snapseed 第一集是教你们拍的 我不会教你们怎么edit 想要我教怎么edit的话 subscribe我的page 记得要分享我的影片 下一集我就会教你们怎么edit 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为止 我是JC Bye Bye